喜欢念心经的人 是大福报大智慧之人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释迦牟尼佛即将释现元吉的时候 曾将大小乘的八万四千法门交付于阿难尊者 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如果你把除了般若波罗密多之外的八万四千法门全部忘掉 全部损坏了 我也不会责怪你 但如果你把般若波罗密多当中的一个祭送丢失了 我就要怪罪于你 这就说明除了般若波罗密多之外 整个八万四千法门都不及般若波罗密多当中一个祭送的内容重要 从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至今 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中 无论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 甚至包括泰国新加坡的诸位高僧大德 都非常重视波罗密多心经 在藏传佛教中 以格鲁、撒迦、格举、林玛、四大教派 以及绝囊派为主的所有教派 都非常重视心经这部经典 都将其归涉于各自的念诵吉里 不管早课晚课还是在其他时间 都经常迟送 在佛门各个法师平时的讲经修习中 心经也是一部不可缺少的经典 甚至包括给亡人超度 或做其他任何一个佛事 如开光、放生、甚至修建房子等等 心经都必不可少 只要念诵了心经 整个事情就会非常圆满 中间不会出现各种魔障为源 在汉传佛教中 大家也都清楚 不管在任何寺院 不管是净土中、禅中 还是天台中等等 各寺院和各高僧大德 都非常重视心经 此经早已是汉地 很多宗派共同修持的一部经典 不仅在大圣、佛法兴盛的地方 都无一例外的十分重视心经 甚至现在的泰国、斯里兰卡等 以修学小乘为主的南传佛教的僧众 也念诵心经 大概是99年以前吧 一位泰国的法师来到我们学院 当时我们也发现 在这位南传佛教大德 随身不离的念诵集里 心经排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 也许很多人 也从网络或其他新闻媒体 了解到 有些国家经常在一些大型体育馆等地方 举办讲解、研讨心经的见解 及修法的专题活动 很多方面都显示出 佛教徒对心经的重视程度 虽然唐朝玄奘大师所发译的这个心经 一本只有短短的260多个字 和金刚经的5000多字比较起来 字数是相对少的 一部文字短小的心经 何以会受到如此待遇呢 就像利用现代科技说明 能将很多资料压缩在一张小小的光盘上一样 短短的心经 实际上浓缩了所有的佛法精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佛陀成道以后 在40多年的时间内 三转法轮为众生宣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其中的初转法轮 佛陀产演了苦及灭道四地法门 二转法轮 佛陀开示了般若空性法门 三转法轮 佛陀开演了光明如来藏本体 在三转法轮的所有佛法当中 最深奥 最重要的是二转法轮的内容 为什么说它最重要呢 因为二转法轮揭示了一切万法的真相 是三界众生走向解脱的必经之路 所有二转法轮的内容 结集起来就是一系列的波耳经 大家都知道 波耳经包括广中略三种波耳 其中的广波耳有十万宋 藏文的长版大波耳经 都有厚厚的十二韩 中波耳有两万五千宋 略波耳则有八千宋 所有波耳经的经义 都包含在社级经当中 如果将社级经的经义加以浓缩 则就是心经 由此可知 佛法的精髓心脏与核心 就是波耳波耳密多心经 换言之 心经所说的内容 足可统设八万四千法门 它是佛教大乘经典中 文字最短少 全理最深奥为妙的经典 使可谓戒子纳须弥 正因为它是整个佛法的精华 所以会受到历代后学者们的极端重视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经历都很有限 要想在一生当中 学完八万四千法门 把所有的佛法全部精通无碍 实在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能抓住要点 就能起到提纲窃领之效 从这个角度来说 修学心经是最明智的选择 作为一名佛弟子 能遇到这样的殊胜妙法 也是千百万节积累资粮的巨大福德所感 这是肯定的 虽然我没有神通 也不知道你们的前世是什么样的 但佛经里面说过 谁能执欲大乘佛法 必然前世与佛 佛教结下了殊胜的因缘 如果没有这样的殊胜因缘 即便是在梦中 也根本不可能听到 般若法门的一字一句 更不要说思维并尽 修持般若法门的精粹了 所以我们应当生起无比的 欢喜心和真爱心 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无论生在何处 都应当随身攜带 随时念诵般若心经 将般若心经作为一字的对境 放在清静高处 并经常恭敬顶带 现在的世间人都很忙碌 要求你们每天念诵 那些较长的经典 就不太现实 但心经的内容 却只有两百多个字 在每天的24小时内 抽出短短的两三分钟 念诵一遍心经 应当不会对你们的事业 前途家庭造成什么影响 听说这里的工作人员 对心经很重视 每天坚持念诵心经 我心里特别高兴 虽然我们不一定懂得 其中的所有含义 即便是出家人 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也不一定能彻底明白 它的意义 但在世俗地当中 善有善报 二有二报的因果定律 是毫发不爽的 念诵心经 对你们的极深来世 必然会有一定的利益 全知无构光 尊者是藏传佛教中 十分伟大 杰出的一位上师 他所赚注的《窍诀宝藏论》 当中也说过 信解听闻佛法与水洗 赞颂趋入正法烧行持 皆离轮回波下解脱种 凡是相信听闻佛经 并水洗称赞者 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 如果能念诵心经 都能与空性法门结下善缘 因为念诵心经 所需的时间很短 所以有些修行人 天天念心经 但有些修行人却认为 哪怕一天念一遍心经 还是有困难 不过我认为 即使在忙 一天念三遍心经的时间 应该是有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强迫大家 只是提出希望而已 佛法不是强制性的教条 而是令对方知道 其利益和功德后 自觉地去接受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过作为修行人 特别是已经放下一切俗物 一心向佛的出家人 更应该这样做 但如果每天只是敷衍 潦草地念诵一下表面的词句 却一点都不明白心经的意思 就只有念诵的功德 而没有其他的价值 这样就多少有些遗憾 假如能在念诵的同时 也懂得他的内在含义 就会具有更大的意义 虽然心经的字数很少 字面意义看起来也很简单 不像据设中观的某些论主 有很多的法向名词 或逻辑推理方法 但就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 讲电流光束 量子物理等高深问题 即使你磨破嘴皮 它们也是不知所云一样 空性对我们来说 也是新颖而陌生的概念 如果想彻底通达 心经的所有内容 也是很难的 在心经当中 涉及了很多世俗法向 与圣意实相的概念 如果真的想搞懂 不仅要精通广中略 三种般若的内在含义 还有两本书是一定要学的 一本是据色论 另一本是龙树菩萨 所著的中论 如果没有学过这两部论著 不仅你们不能彻底 领会其中的内涵 我讲起来也非常吃力 因为其中所涉及的很多概念 都不是三言两语 所能表达清楚的 在据色论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什么是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十二元起 四地 等等的概念 但却尚未 抉择出这些概念的空性本质 在释迦牟尼佛 释现元吉以后 阐释般若经典的 极大成者 即是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 亲自设计过的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最重要的论点 就是中观根本会论 中论 将中论密意诠释得最精确 最完整的论著 当属龙树菩萨的得意门生 圣天论师所著的中观四百论 以及阅称菩萨的阅著中论和显距论 通过中论等中观论著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通达上述 所有的概念都是空性 在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学习心经内容 便是得心应手之势了 但因为本人的智慧和讲解的时间都有限 所以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 将心经的深广内涵尽数无余 而只能点到为止 简单粗略地讲解一下其中的皮毛之意 一方面为某些出入门者 种下一些般若善种 另一方面也让大家能了解其中的主要内容 在座的人当中 有些人是听闻过很多佛经的 对心经的内容可以说是疗如指掌 所以听我的讲解就很容易 而有些人可能比我还清楚心经的内容 我都需要向他们讨教一番 让他们坐在下面多少有屈尊之嫌 而有的人又从来没有听闻过一次佛法 对于这些人而言 即使我今天使劲浑身解数 也不可能让他们彻底明白心经的所有内容 也许还有一些人在听了心经以后 认为心经里面说的很可怕 什么东西都不存在 简直是耸人听闻 不但没有生起信心 反而会恐慌至极 甚至生起邪见 因为心经的内容是很深奥的 故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其中的奥妙 佛经当中也讲过 听闻空性的人必须是有很大福报与智慧的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与空性法门有缘 自相续当中的空性种子是否已经成熟 就可以根据自己听闻之后的感受来判定 如果在听了心经以后 毫毛耸立热泪盈眶 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则证明自己前世与空性法门有缘 否则就与空性法门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藏传佛教中 盛传着一个故事 印度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智者 叫阿底霞尊者 想必很多佛教徒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可不是一般的出名 在整个印度东西南北的各个地方 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当时有两位修学难传佛教的比丘牧民 来到阿底霞尊者前 请求传法 阿底霞尊者先给他们讲了 四地法门与人无我的见解 两位比丘听后喜笑颜开 连连承诺 阿底霞尊者接着又给他们讲了 法无我与般若心经的内涵 谁知两位比丘听后惶恐至极 连忙制止道 大尊者 大半至达 求求你不要再讲了 我们觉得很害怕 尽管他们一再要求 阿底霞尊者仍然不予理睬 最后 两位比丘 只得污着耳朵 逃命般地跑开了 阿底霞尊者就此感 太大 感慨到 仅仅受持一个小秤的清境戒律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一定要广文博学 特别是要通达般若波罗密多 否则就无法精通佛的圆满智慧 这个公案我不一定说得非常圆满 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印度佛教圣行的年代 都会有一些小乘根气之人 虽然他们也是佛门弟子 但却只崇尚四地法门与人无我见解 一听到波罗法门就胆战心惊 那么在末法时期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听到空性法门以后 感觉难以理解或匪夷所思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能你们中有些人会想 虽然我现在没有参加修佳行 但还无法修持大圆满 但学心经肯定不在话下 因为心经是很简单的法 按照中观根本会论的观点 波罗空性法门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修炼 而且要在听众的根基 意乐等各方面稍微成熟的时候 才可传授 否则是不能传授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心相续 还没有对空性升起信心 听心经可能会有些困难 有的内容不一定能接受 就可以先听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或其他一些法门 等达好基础后再听心经 这样可能要好一些 比如对刚学佛的人讲心经 他们都会疑惑 为什么没有眼耳鼻舌生意呢 为什么没有色身相位触法呢 我有眼睛 这是我亲自能感受到的 外面存在的色身相位这些东西 也是我亲自能感受得到的 佛教到底说的是什么啊 很多人不仅不能从中得意 反而会生起邪见 这也是为什么密中大圆满的密法 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如修加行等等 在打好基础以后 才可进一步修持的原因 一般说来 在刚开始学佛时 听佛经中所讲的 善有善报 二有二报 等人天秤的法门 比较容易接受 在学习心经等 圣圣空性法门时 就需要观察自己的根基 不仅是大圆满 般若空性法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不能接受 这不仅不能利益你 反而可能会害了你 对这个问题 大家要谨慎对待 认真反观 观察自己是否 为听闻修洗空性法门的法器 不过我想 在座诸位应当是 与空性法门有缘的 要不然也不会听闻此影片 现在的很多人 对自己的工作 感情 财务等等 非常执着 之所以全世界都 每年自杀的人数 不断上升 绝大多数 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如果这些人 对心经的内容 稍稍有点感悟 心经里面讲的多么妙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幻觉 是不值得为其伤神 更不必为其付出 宝贵性命的 所有的痛苦 都源于我的实有执着 这都是我 作茧自幅来的 自受的结果 如果能有这样的觉悟 他们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痛苦 也就不会选择自杀了 换言之 如果能认真的听闻 思维心经内容 对调伏自己的烦恼 增长自己的智慧 铲除自己的痛苦 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对调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